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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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手掌留出空间来 这样子发力 像一个杠杆一样松开 是 因为这个呢 别人也说过 但是呢我总觉得 好像这个松开吧 就老是打着打着 就怕拍子掉下来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 机球的损截一定要握紧的 那么机球之前呢 你要留开 如果你正手发力 正手你看我的手掌全部空开 机球的时候我是拽紧的 专业术语叫你要叫驱止发力 反手也一样松开 然后发力拽紧 松开拽紧 机球的时候一定是紧的 那么机球前机球后 全是放松的 启动的时候右脚要比多 要前半步 来球特别远的时候 右脚一步 左脚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 机球 现在是脚啊 然后反回 如果球很近 令你的位置不太远 你就可以启动以后 左脚迈第一步 右脚第二步 机球 就简单的多 意思就是你来得及的话 你就两步 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步步 很困难 那你就跑三步 你刚刚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 要么脚先落地了 然后手再打 或者是脚还没有过来 手就先打 好 就是最后一个右脚 就落地的那一刹那 正好也是机球那一刹那 对 一定要放松下来 再挥上去 这样打球 有问题 还不够 为什么呢 你这样子 在从这个位置开始走 它距离太短了 你没有地方 没有空间让你发力 如果你从下面 这样引上去 你的距离就大得多 内旋 内旋引拍 引拍到一定的高度 要准备机球了 外旋 机球 内旋 就是你的手背 靠近身体 往身体内 往内转 叫内旋 然后往外转 叫外旋 就打的时候 机出去的时候 是外旋 那么羽毛球的 实际很多动作 手上的动作 核心就在这 你靠这个内旋 外旋 来帮助你 发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然后机球点 要选在右肩的侧面 引拍的时候 手指就要松开 然后机球的时候 拽紧 发力 整个你的手背 就甩起来 然后最后靠手指 手指一收紧拍子 啪 球就出去了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注意脚手一块啊 好 注意那个不能停啊 你还可以挥一挥晚球拍 来帮助你提高这个力量 你别拿得太厚 因为这个重量是很沉的 你可以拿上来一点 对 注意影拍啊 大一点 这个重呢 是 做完以后你要换羽毛球拍 你不能够就拿着晚球拍 因为晚球拍它这么样大 你的速度就慢了 那么我们练的这个力量呢 你要给它转化成羽毛球的 如果你感觉到太重 或者是承受不了的话 用羽毛球拍套上一个拍套 就是头前的那个小拍套 然后也同样起到同样的作用